因為水溝蓋和溝體都毀損嚴重 在嘉欣里里長政治要的積極爭取下 成功爭取到由台北市政府公務局水利處 進行嘉欣街133項的水溝更新工程 把高地不平、鬆動的老舊水溝蓋 更新成平穩、安全的廠住式水溝蓋之外 也把裡面看不見卻早已崩壞的溝體全部更新改善 解決長久以來積水與漏水的問題 當初會請水利處來協助做更新 是因為這裡的不管是溝蓋和溝體都已經毀損嚴重 多年都沒有經過修復 所以說會請市府來做這樣的一個更新工程 那這也會造成就是說 當初這麼多年沒有改善 會造成積水 積水的問題就會造成溫營之深 尤其在夏天的時候 更容易會有這一個所謂的蚊蚊的病蟲害 甚至有燈隔熱的危險 所以說我們想急於請市府來做這個更新工程 相信尤其還有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溝體的毀損會造成的這些水啊 會滲透到煤戶 家戶裡面去造成這個漏水的形形 所以我想經過這一次的更新工程之後 未來這裡將不會再有積水的現象發生 大家不管是說碰到颱風天或是下大雨 就不用太怕到這個積水淹水 甚至會有漏水的情形發生 而為了替居民營造乾淨的生活環境 里長上任後也積極爭取後向美化工程 讓原本常堆放雜物的後向煥然一新 環境整潔清爽之外 更方便行人行走通過 後向美化的這個幫助呢 就是有助於幫助里民 大家自己的後面可以整理乾淨 也可以藉由後向美化工程清理一下 大家的後面的溝蓋溝水溝裡面的更新 再加上如果說把水溝後向這邊弄得美美的話 大家就會更愛自己的環境 不會只把後向當作是堆放垃圾的地方 那如果說那個後向還是有居民可以行走的部分的話 相信大家也會走得安心走得放心 從建議爭取到改善工程的實際執行 里長在里內的基層建設花費不少心思 希望透過各種努力 替嘉欣里里民打造乾淨清爽又優質的居住環境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